花生醬 那花生醬的這個部分啊 我想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而且大家早餐啊 除這個麵包啊 不是啊 常常會用到 那這個花生醬它的最主要來源是花生堅果類的 那當然黃菊毒素有污染的問題也可能會存在 那所以我們在今年4月 我們就對20個樣品的這個花生醬啊 我們就進行了一個檢測 那當然檢測也不單單只是 就於這個黃菊毒素的這個部分的檢測 來瞭解而已啊 當然第一個依照法律的規定 我們會先看它的一個標示的成分 為什麼因為它都是罐裝的 這種就是有包裝的 濕度大概是可能是95 或是甚再高一點 那這個台灣這個是很適合 那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看它是在什麼食品上面 發生玉米 這個是它最容易 所以這個為什麼就是說 在1960年代 我記得是在英國 有十多萬隻的這個火雞 死掉 突然暴斃 但是那時候 後來發了一段時間才去找出來 是黃菊毒素 那黃菊毒素我剛剛講的 它這個大概就是B1 B2 但是這個也能夠透過赤料 因為最早有一個例子 那現在大家比較擔心的話 就是譬如說 牛去吃了 那牛去吃了 它到它身體裡面跟的一樣 它會把它分解 但是很不幸它分解的產物 我們是叫做 所謂的M1-2 這個孩子是有毒 但毒性沒有那麼高 就算了